没有带开球队 所以这个时候要有一个 小董八分 哇 漂亮 一分 哎呀 这个运气差呀 四分 这个地方只要再大 那这个盘面就等于是交给小董了 应该这么多 一分 好球 我只是推过来,来做这个红球 这个球呢,拉杆回去,继续做黑球 只是推上来,做六分 还没有超分 那这个球六分打进之后呢,他要去找左色的这颗红球 这个球,说拉杆回去,因为它有一点点角度嘛 这个一点点角度可以让它足够让它离开台边了 那即便七分的地方还不够的话,可以继续往回拉 去做两分,做四分都 就是让自己呢,有保证的来打进这套彩球 丁俊辉很耐心,看主球,哦,这个球不行 要打非常非常棒 丁俊辉这个球呢,是想藏到五分球的后面去 最好力道正好的一颗星躲进去 最漂亮 分数上有领先,当然心理上就会比较放松 而且一颗球就可以这个超分 而丁俊辉必须是要打完的 这个台面打完很难 下一个反赛,看主球过来 哦,两分将将挡到 下一个反赛 嗯 这个漏大了 1分 看弹不弹得起来 好 再有一个3分 当然4分也可以选 那我想丁俊辉 这一干是不是他的初衷 是要把5分放回点位的 应该不会 在这个时候去叫一颗 这个靠边的球 到来一颗星下赛 漂亮 非常 这个时候 做到掌声 5分 5分 6分 他得去找高分球了 因为分数上 这个 他的任何一颗彩球 失误 都会导致 超分 所以他必须要去找到 高分的这个彩球 打进走 哎呦 他想B2分 来走两颗星 回来打最底下的红球 这个时候就很难了 边上这颗打还是不打 尝试去打 哎 露球 这颗球 会有三分 小股东这一根反包打进的话 这一局就结束了 哎 居然这颗球会不进啊 还露带口 那你这个是给了对方一个太好的上手的机会了 这球只是打进而已啊 一点都不难 这颗球会不进啊 这颗球会不进啊 低杀车球 比较糟糕 没有停住 这一局丁俊辉想拿下也是太难了 无奈 只能选择打六分 可是打了六分 底裤的这个红球 那他就不考虑这个球了 哎 看主球 哎呦 哎呀 出了 第二局 小股东上 对 对 感谢观看